歡迎收看可新聞 我是平均 今天要帶你來看的新聞是 微解封太難賺 這六場訂單爆量 上次講到微解封就噴出的觀光類股 成交量很少很難操作 大家都頭很痛對不對 而且啊 隨著微解封雖然已經確定了 可是限制這麼多 他們的營收可能還是幫助不到 所以眼光放遠一點 法人就已經看好 歐美確定解封的這個趨勢 哪六個台廠訂單爆量了呢 首先就是大家已經聽到耳朵長繭的 如虹跟巨洋啦 紡織大廠如虹 他目前主要的客戶有Nike UA還有Lululemon 他們的訂單能見度已經見到年底了 法人不只是上修他們每股的獲利 而且目標價還看到800元 再來高爾夫球活動是美國客戶 蠻頻繁進行的一個戶外活動喔 所以高爾夫球頭大廠大田的預訂訂單 已經接近了滿載的地步喔 再加上他們是以空運為主 所以這個出貨非常的暢旺 再來還有之前提到的眼球商機 也就是隱形眼鏡相關的金可 再來就是可以看到健身大廠喬山 因為現在美國的健身房持續的擴展 再加上舊氣產要太幻之下 他們的營收也是逐步的攀升喔 還有這次長線趨勢題材做的 電子紙電子標籤相關的公司 元泰 剛好Jump的財經及時通 就有深入的好好介紹這家公司喔 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歡迎點擊喔 那可惜新聞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